恭喜刘国梁国拼锁定WTT大满贯赛女单冠军 一谈再一次被打哭 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 视频开头劳烦大家长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国拼的球迷 看到这个视频感谢大的支持 咱们言归正传 在3月11日新加坡举行的WTT大满贯赛事将会拉开帷幕 国拼队伍已经抵达新加坡正在进行最后的训练冲刺 在WTT大满贯赛事开始之前 国拼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国拼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就是国拼最大的竞争对手 日本女拼的一姐伊藤美成 在日本的一场比赛当中再一次被打哭 日本最近在国内举行了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选拔赛 作为日拼一姐伊藤美成肯定会参加的比赛 但是在选拔赛当中却暴冷出局 最终以2比4的成绩输给了小他两岁的对手 最终无言于前八强 这就是让他的球迷感到非常的意外 伊藤美成的状态下滑的太严重 甚至有很多中国球迷认为在WTT大满贯赛事当中 如果伊藤美成是这个状态的话 遇到国拼选手会再一次被打哭 那么参加WTT大满贯赛事之前的豪言状语 也将沦为笑话 伊藤美成在比赛结束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场比赛他自己使不出力气 感觉不知道如何去得分 完全看不出来对手的战术是什么 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可笑 竟然连自己的脚也不听使唤 最终伊藤美成把这一次的失败当作状态不佳 才输掉了比赛 WTT大满贯赛事有高达2000分的积分和10万元的美金奖励 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比赛 各国的顶尖运动员都会来参加 特别是积分达到2000积分 可以和奥运会和视频赛比拟 而国拼女队方面也是派出了 陈梦 孙依莎 王曼玉 刘诗文 陈信彤 王毅迪 还有小将凯曼和何卓嘉 其中最让人期待的就是 孙依莎和王曼玉能否在这次比赛当中 拿下女单冠军 特别是孙依莎最终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主管教练 邱一可 在以往的比赛当中 孙依莎都会在决赛当中被击败 这次有了主管教练的情况下 也让大家感到非常期待 同时刘诗文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交警 在WTT澳门赛当中 刘诗文击败了孙依莎和王曼玉 那这一次刘诗文是否还有机会呢 按照日本女拼一姐伊藤美成现在的状态 可以说国拼基本上是锁定了女单世界冠军 在蓝单方面 国拼派出了马龙许熙还有樊振东参加比赛 所以这一次高手如云的比赛 也成为球迷们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 在此我们祝愿国拼旗开得胜 对于伊藤美成的状态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